每次看到法国女生的穿搭 我都会被她们独特的气质所吸引 她们穿的是如此的优雅随性 而且呢时髦的还毫不费力 那我就在想那她们的衣橱里面 到底都有哪些单品 所以我就在Pinterest上面 然后收集了大量的图拿回去研究 然后呢我就总结出来了一套 春夏的法式胶囊衣橱 那这些单品呢都是比较经典 而且呢都是可以两两搭配的 非常具有实穿性 而且呢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的长相 还有身材 那让我们就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那第一类单品呢就是老头背心 那一到夏季呢 欧美女生最喜欢的单品 就是这种背心了 因为穿起来真的是超级的舒服 那我非常喜欢的版型呢 就是这个肩带梳的比较窄的 这种挖肩款式的背心 这种版型呢可以很好优化我们肩部的线条 让肩看起来更加宽一点点 就是有一个缩头的效果 让我们头肩比看起来非常的好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肩不够宽的话 就是一定要选择这种款式的背心 那颜色的话呢 我是有黑色白色 还有这个军绿色的 也算是大地色都非常的好搭 如果你的长相风格是比较甜美卦的 我就很推荐买这种蝴蝶结 就绑带款式的小背心 就算是一个小吊带吧 那像这种穿上之后呢 可以很好的修饰 胳膊的线条 而且呢就比较有少女感 那这件黑色的呢 就超级的百搭 像搭配牛仔裤半裙都是完全OK的 那另一件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Petite Studio的紫色格子上衣 它也是可以系上绑带的 而且呢可以把它系在脖子上 当做一个挂脖的小上衣 它上了之后呢 是比较可爱甜美 那这件呢 是搭配了一条法式的喇叭裤 显得腿超长 就是整个风格非常少女 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衬衣呢也是春夏衣橱中必备的单品 那我今年呢 就特别喜欢这种蓝色的衬衣 那这件呢 它的材质是亚麻的特别适合夏天穿 而且呢 它可以搭配像白色的裤子 或者是那种有一点宽腿的牛仔裤 都可以穿出来就比较清爽干练的感觉 那另一件衬衣呢 也是经常可以在法国女生的街拍中看到的 就是这种特别有少女感 这种抛抛袖的衬衣 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领子是一个V领的 特别修饰脸型 那像我这种脸型是比较宽一点的圆方脸 然后穿这种V领的衬衣 是特别好的一个修饰脸型的效果 而且它细节做得非常的好 它上面呢 是有这种镂空的 它的扭扣是贝壳形状的 所以穿起来呢 也是有那种很夏天的感觉 那这件呢 我最近穿的也是非常的频繁 那可以搭配 这是我现在穿的这种很基础款的牛仔裤 或者呢 搭配半裙 说到法师穿搭呢 就一定少不了标志性的碎花连衣裙 那像小碎花呢 其实也是比较难挑的单品 那像很多欧美女生 她们本身身材就比较高挑 而且呢 五官很立体 穿任何的碎花 其实都是比较好看 比较洋气的 那像我们亚洲人呢 五官没有那么立体 皮肤也不够白皙 很容易把小碎花穿出来就比较土的一个感觉 那所以选择小碎花呢 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那我今年特别喜欢的一件碎花连衣裙呢 就是啊 这条 那这条已经在我视频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了 它的剪裁非常的优秀 它是属于把我们的腰线修饰的非常好 而且胸部这边呢 也不会开的非常的低 那像今年呢 我就没有买任何的茶蝎裙 因为像很多欧美品牌的茶蝎裙 它们都不会在我们胸部做一个按扣的 就它穿上之后呢 像我们这种原身材 就很容易让胸部这边开的太低 而且呢 会显得这边过于丰满了 那像这一条呢 穿上之后 我觉得就会很好的优化我们的身材 那我买的这条 它是白色 上面带这种橘色的小碎花 那这条还有蓝色的 上面带浅粉色的小碎花 也是非常好看的 它整个的碎花还有剪裁呢 是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身材 还有气质的 那如果你觉得自己实在驾驭不了小碎花的话呢 可以尝试这种格子的连衣裙 我觉得像这种格子的是不太挑人的 它是一个蓝色 上面带一个浅色的格纹的 它穿上之后呢 这也是一个V领 但是又不会开的非常的低 它后面呢 是带一个绑带 就有一点点路腰 我穿上之后是有一种小性感小甜美的感觉 那相比于碎花连衣裙呢 我觉得这种纯色连衣裙是更耐看一点的 因为像碎花嘛 我是有一种喜新厌旧的感觉 可能今年喜欢这种碎花 那转年呢 可能就喜欢新的碎花了 这种纯色的呢 不太容易看得腻 这一条呢 它是一个两件套款式的连衣裙 也是我印证上面 大家私信问的比较多的一件 它是白色的一个泡泡袖的小套 配一个白色的半裙 材质是亚麻的 那这两件呢 它分开穿也是OK的 上面这件泡泡袖的上衣 可以搭配像喇叭裤 或者是牛仔裤 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下面的裙子呢 可以搭配刚刚说的蓝色衬衣 那白色连衣裙呢 今年还入手了一件这种长袖的 它上面呢 是带一个小领子 也是V领的 中间带条腰带 穿上之后是比较显腰身的 那小黑裙呢 也是衣橱里面非常必备的一个单品 无论是法式风格的胶能衣橱 还是其他风格 比如说简约风格的 小黑裙都是必不可少的 那这一条呢 它是一个两件套的设计 它是一个上面带白色的小领子 外面呢 带一个小外搭 这个小外搭呢 不仅可以搭配连衣裙 也可以搭配我刚刚说的小背心 就是天气冷的时候 就比如说进空调房啦 你会觉得胳膊比较冷 就可以搭在我们的小背心外面 也是非常好看 非常时髦的 近期呢 我就特别想买一条红色的连衣裙 因为像这种纯红 大红色的连衣裙 穿上之后是非常显白的 就整个显得我们肤色很透亮 又有一种很复古的feel 那这条呢 它整个的剪裁非常的简约 而且呢 很适合小个子的女生 它是一个膝盖以上的那种短款连衣裙 穿上之后呢 显得腿非常的长 这条短裤呢 是我最近挖到的一条宝藏短裤 它穿上之后呢 就真的是太显瘦了 很适合离型身材的同学 比如说胯比较宽 或者呢 像我一样 就每次长肉都会长到大腿根 那它穿上之后呢 就超级的遮肉 它是一个A字型的款式 穿上之后呢 就会从视觉上 让我们的腿看起来非常的细 它是一个高腰的设计 戴一个很宽的腰带 会显得我们身材比例比较好 法国女生夏天 特别喜欢穿这种Midi skirt 那这条呢 是斑马纹的 虽然说它是一个动物花纹 但是颜色呢 比较素 花纹呢 可以是看起来比较简约大气的 它的下摆 是带一点点不对称的 就看起来还蛮有设计感的 可以搭配像 黑色的小背心 或者是白色的D 牛仔裤在法式穿搭中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它们都会选择款式比较简单的直筒裤 或者呢 是威辣牛仔裤 那我最近非常喜欢的就是Everlane的牛仔裤 然后一条呢 是Night is Chicky 那这条它的长度呢 是可以路脚踝的 那像夏季穿这种路脚踝的牛仔裤 是非常显高 而且呢就会显得我们身材比较纤细的 那另一条呢也是Everlane的 它是Way High Jeans 它的款式呢也是直筒 但是呢是裤腿稍微宽一点的 穿上之后呢更有那种休闲随性的感觉 那另一条出现频率比较高的 是这条威辣牛仔裤 它其实已经不算威辣了 就是一个喇叭裤 它是高腰的款式 前面是带小口袋的 那这条牛仔裤呢 穿上之后真的是显得腿非常的长 但是它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就是它的裤腿有那么一点点过长了 像我平时穿的话 是必须要搭配小高儿鞋的 要不然裤腿就会拖地 接下来就是配饰了 那法国女生穿衣毫不费力 也是因为她们很善于使用配饰 那像这种腰风 就稍微宽一点的腰带 是法国女生很经常用的配饰之一 那比如说她们穿吊带裙 就是那种针丝吊带裙的时候 都会搭配腰带 这样的话呢 会让我们腰身更加明显 而且呢 也会让我们全身有一些亮点 那这条约它宽度稍微宽一点的 像普通牛仔裤 是没有办法穿进去的 那像我平时扎的时候呢 我就会直接把它勒在我裤子的外面 就把它当做一个纯装饰品 这样的话呢 就会让我们整个比例看起来更加好 而且她的这个扣子是比较复古一点的 就非常的乍眼 那让你整身的风格呢 也更加鲜明一点 菜篮子算是最法式风格的包包了 那在法式穿搭中呢 其实饰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你拿什么饰品 那就决定了你整身的风格是怎样 哪怕你穿的是最简单的T恤 配牛仔裤 只要配上这么一个草边包 其实整个的风格呢 就更加随性休闲一点 我最近用的非常多的 就是这两只 还有罗伊威的草边包 那这一只呢是Marnie的 它是一个水桶形状的 然后棕色的 特别的好搭 无论是你穿的素色 还是碎花都可以拿这个包 那另一个呢是棕色的 那这个包呢它是一个皮质编织的 非常的有光泽感 这个包不仅夏季的时候 可以被像秋冬穿大衣 也可以拿这个包 因为它是皮质的 冬季拿也不会觉得违和 那最后呢就是鞋子了 那像法国女生穿的比较多的鞋子 就是带一点点小根的凉鞋 或者呢草边鞋 那对于我来说呢 这两种鞋穿上之后呢 都不是太好走的 而且呢实用性也不是非常的强 虽然说拍照的话 会显得人比较气质 比较高挑 但是放在日常生活中呢 会觉得走着比较累 那我最近比较喜欢的 就是小香风的这种平底鞋 那这双呢是相当而比较经典的 杏色 还有黑色拼接的鞋子 穿起来呢特别的优雅 像我刚刚说的牛仔裤啦 或者是碎花连衣裙 都可以搭配这双 那另一双呢我觉得是这双小香的平T了 是我在W Concept上面买的 它是一个白色的 是玛丽珍款式的 那它的根是这种就类似于平根的一个高度 特别的好走 这两双呢算是美貌和实用性兼得的鞋子 法国女孩的穿搭风格之所以可以受到全世界女生的追捧 是因为她们不盲目的追赶潮流 她们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且知道自己需要哪些经典的单品 那最近呢正好是年终大促的一个日子 那我希望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买一些打折的单品 那我的经验呢就是 我越着急去看打折的单品 其实最后买到的不一定就是自己真正需要 或者真正喜欢的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一个赞 或者给我留言 那让我们就下个视频见 拜拜